規格署研發了三維規劃設計系統 大約歷時兩年半 我們請了不同的承建商 用了直升機 用了五個鏡頭和十二個鏡頭 將香港九龍大約四萬三棟大廈 拍攝了大約三十多萬張航空照片 整合變成一個三維系統 方便我們做不同的規劃和設計方案 你看到內华有些規劃資訊 例如不同的規劃申請 亦有很多發展大光藍圖 這些圖片通常都是平面的 如果我們放在立體的時候 是容易去看會展 或按鍵可以把成規的藍圖拿出來 看看這張圖裏有什麼限制 有什麼指印 我們會發展怎樣去看 亦有新的規劃方案 可以很快將不同的方案放進去 看看它和附近環境的配不配合 會不會哪些地可以高一點 哪些矮一點 或者退後一點 退前一點 有一個好處 我會在電腦時很快模擬去做 除了這些資料 人口的資料很重要 對我們在規劃 設計 以及社區設施是非常有用的 我們還有一些環保資料 譬如香港風很重要 我們一按鍵 可以看到香港的風 冬天是吹東北風 夏天是吹西南風 但當風去到市區時 會有少許轉變 例如漸水的方式 在哪裏來有多快 在哪個月份 我們一按鍵 就可以看到這些資料 去規劃這裡更加方便 這個就是我們最有用的工具 就是設計的工具 我們這裡可以一按鍵 立即每個大廈有多高 我們還可以量度大廈與大廈之間的間距有多少 我們可以像玩LEGO一樣 選擇不同的大廈的形態 十字形、Y形、雙十字形 這邊就是一個單棟的大廈 這棟是兩棟的大廈 走在一起 然後就可以看看兩個方案 是哪個較適合在地盤裏面去展開的 我們可以評估一下 它與旁邊的關係 我們可以看看這幾個大廈 會否撞住人家的視線 例如綠色的看到海邊 紅色的條線 即是被這個新的大廈 擋住視線 看不到海邊 在數據方面 除了規劃書內備用之後 我們都可以轉化 斬細了不同的數據 是由去年十月開始 每一個月 我們都會開放數據 給市民使用 你看一下 譬如由去年十月中環 去到西九龍 銅鑼灣的數據 我們都開放了 你可以留意之後 我們接下來的月 還有一些新的數據 在其他地方 很多的 譬如一些專業團體 都會下載資料 來做規劃方案 也有些人 做遊戲科技特商 會下載資料 去做一些遊戲的開發